凤凰每周快讯由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约赞助 并协同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品 联合赞主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联合国宣布将在明年1月22号 召开叙利亚国际会议 美国务卿克里指出 军事途径无法结束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冲突 但政治途径也面临多方面的障碍 难度不容低估 另一方面 由以色列主办的蓝旗联合空战演习 25号在以色列南部的奥华特空军基地展开 来自美国 希腊和意大利的飞行员参加训练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乘凤来去 直航北京 自今年7月12号起 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31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一 三 五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仓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敬请垂寻各大旅行社 登陆国航网站 或拨打销售热线800-882-8122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大甜豆浆 滴滴新鲜 卑卑可口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全美国大主流媒体的消息 今日下午 总统奥巴马 在旧金山的一个 华人康乐社区中心 将就移民改革法案做演讲 白宫表示 奥巴马将推动国会开始 跨党派的综合移民改革法案 此法案将为1100万移民 非法移民转换身份 成为美国公民 提供合法的途径 并加强边境安全措施 另外 奥巴马还将讨论 预期的经济问题 经济消息方面 上周五收盘之后 有消息称 JC潘尼经济状况不佳 JC潘尼股价今年下跌50% 将退出标普500指数 标普500再次失去一位创始成员 JC潘尼是美国最大的商店 和药品商店零售商 在美国50多个州和波多黎各 墨西哥智利经营1230多家商店 公司销售男女和儿童服饰以及家具 同时JC潘尼还经营人寿保险业 重大事故健康和信用卡保险 该公司经营的药店 是本国最大的药品连锁店 接下来是健康方面的消息 出益生汗能治感冒 是人们长久以来的认识误区 要知道出汗并不能缓解感冒的症状 相反感冒出汗被看作是发烧的前奏 感冒后人体为了抵御入侵的病毒或细菌 自身的防卫系统会积极工作起来 这个时候有些人出汗 甚至会出现发烧等症状 感冒后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 如在从事比较激烈的活动 就会使人体内热量增加代谢更快 能量消耗过多 而患者的体抗力却大大的降低 感冒病毒更容易趁虚而入 好了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亲爱的 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Triple Flay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 Triple Flay的电话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2的BB呢 专门为华人两身定做的 我刚从RIC换成i2的BB了 怎么样 说话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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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答案多少算多少 聪明的选择 更低的价格 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 iTalkBB 每月4块9毛9起 直播全美加全球 加20块 立即升级成无线套装 iTalkBB吗 我要转号呀 每个人 每个阶段 都有iTalkBB相伴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福特Cinex Energy 惊奇登场 环保署预估市区油耗108MPG1 享受插电Hybrid 与行驶共乘车道的双重便利 福特Cinex Energy 带您实现梦想的座驾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各大平民媒体的消息 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 25号街报有枪手 在康涅狄格州校园的旧校区内出没 警方正在场调查 校方用电邮以及短信的方式 呼吁学生及教职员 寻找安全地方做掩护 而本身不在校园的人士就不要接近 耶鲁目前正在假期 要到下月2号才开课 据警方在当地上午9点半左右 受到不具名男子的电话通报 表示他的室友手持长枪 声称要到校园开枪射人 之后有两名目击者指 在校园见到有男子拿着长枪 警方正连同州警及校园保安搜索遗人 而报案电话是由附近的电话亭打出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25号向谷歌资助的 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发出警告 要求停止提供个人基因检测服务 因为这些服务尚未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网站上公布的 一封警告信中说 这间名为23合我的生物科技公司 违反了联邦法律 公司在介绍中称 可针对250多种疾病进行基因检测 并向个人提供健康风险报告 但根据联邦法律 只有获得药管局批准的医学机构 才允许做出此类的声明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据加拿大爱可非信用卡监测机构 近日发表的报告显示 加拿大仍比一年前债务增加 但还款能力明显改善 包括房屋贷款在内的债务 总额从一年前的4890亿增加至5070亿 尽管债务负担增加 但整体拖欠率及账单超过90天之后的还款率 三个月内下降至1.13%的创纪录的低位 但上述监管机构的分析师指出 加拿大仍有能力在期限内还款 而且控制债务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又到了巨星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沃仁为你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大家好 今天是周一 本周我们讲一些选股的一个方法 因为大家除了希望能够听到股票涨与跌 或者推荐的话 更多的希望自己能够选股 那么今天我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网址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一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 我也在VIP跟很多朋友分享 那么大家说这个网站好像里面很多都是收费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话 其实很多信息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无论是版权还是收费内容 这些都是有区分的 但是在investors.com 这个网址里面也是应该有很多免费的信息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产品是 IBD叫Stock Under 10 那么很多朋友是问我说什么叫IBD 大家可以看图二 图二呢就是Wilin O'Neill 这是How to make money in the stock markets 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图二 我们中文呢叫做笑傲股市 其实这个是一个 号称说半个世纪以来最成功的买入和卖出的一个法则 那么没有这本书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Cancelling 这个整个的交易系统 第二个呢我就是跟他讲 Wilin O'Neill呢是创办这个 Invest Business Daily 投资者日报的一个创始人 同时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基金经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investors.com 可以订阅一个收费的产品 叫IBD Stock Under 10 Top IBD Stock Under 10 那么第三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是investors.com这个网站 那么下面呢我就要跟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当中的一个 rating 就是当中一个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图三的话 就是我们上周在美洲华尔街讲到德哈尔医疗 当然我们这个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德哈尔的产品 一个是治疗憨税症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憨税症呢在中国大概有五千万的用户 这是他们核对针对的一个产品 那么讲了很多的基本面 特别是商业方面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从这个股票现在的走势 以及IBD给他的一个评分 大家可以看 图三的话就显示三年的EPS Growth Rates 就是三年的是个销售的整个的Gross Rates 大家可以看到我画了一个下横线就是9% Profit Margin 19.1%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rating 那么下面图四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德哈尔医疗的整个在这个IBD Under 10 这个收费产品给大家一个什么东西 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Composite Rating 这个Composite Rating呢就是根据他的基本面 根据他的这个资金的流向 根据他的这个整个的过去的五年的成长性 给出的一个综合评分 我们可以看到黄颜色就是说91 在整个的板块里面 这个板块有多少呢 大概是66个股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EPS Rat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过去的盈利的 他赚钱的能力有多少 这个是69分 那么在整个的板块里面是排行第17名 这个Relative Strength Rating呢就是一个Rs Rating 就是我们题目中讲到的 就是他的股票和9000多只股票 以及他的整个板块里面比呢 他是97分 在他整个板块里排行第5 SMR Rating这个叫什么叫SMR Rating 这个是IBD特有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SMR Rating的话是整个板块里面是属于C 排行第23名 这个Accumulation和Distribution呢 这个是就是他的一个资金买进和资金买出的一个筹码的比例 如果是A的话说明他买进的比例非常高 那么我们DHRM就是获得了A的Rating 在整个板块里排行第5 所以从这个综合的评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海尔医疗 是非常值得投资者注意的一个强势的 在10元以下的一个动能股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好 谢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收看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我是张梦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的热点微博 本月的28日是感恩节 美国人庆祝感恩节总少不了烤只火鸡来应景的 也因此美国总统每年感恩节前都会象征性的赦免两只火鸡 使他们免于被人类的宰杀 但是总统奥巴马在继上任以来赦免的八只火鸡中 竟然只有一只顺利的活到了来年的感恩节 其他七只全部都得到了他的特赦后迅速的归天了 甚至有保护动物组织今年发起别再赦免火鸡的活动 希望奥巴马别再又害死两只火鸡 奥巴马也因此被美国的媒体称为乌鸦首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好的音乐素养和技能除了天赋外 可能还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 但美国有一个五音不全的少年 12岁时因为意外导致的脑震障后 竟然变成了会弹奏钢琴 吉他等13种乐器的天才 据报道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名五音不全的少年康纳斯 在六年级那年练习曲棍球时 意外的后脑勺跌落至地板上 医生诊乱康纳斯得了脑震荡 然而惊人的事发生了 正当他感到无奈落迹时 他发现自己竟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玩各种的乐器 没想到这一摔反而成了音乐天才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最后让我们来看这条微博 早年红极一时的电影 史密斯夫妇的监制 阿诺恩·米尔坎 原来就跟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一样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谍 他帮以色列在美国搜集有关核武的情报 并帮助该国买卖武器 日前他在电视节目中 也首度承认了自己007的身份 这就怪不得了 史密斯夫妇中的种种间谍情节 被表现得唯妙唯消 没想到这部电影就出自间谍之手啊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凤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凰卫视 凰卫视 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凰卫视 凰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